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也不是新闻啊 是某个评论演讲啊 他就说呢 这个开立呢 你看他现在啊 西蒙他也不要去 国盟他也不要去啊 所以他在等什么呢 啊 很大可能呢 他在等一个机会 就是呢 等这个呃 巫统呢 如果在这个六周周旋大败的话呢 然后这个阿玛西可能会被轰下台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个巫统呢 就群龙无首啊 然后这个开立呢 就有机会可以回去这个巫统 然后呢 他主要是说呢 只有这个巫统呢 才可以帮助这个开立圆着一个首相梦啊 就是说 开立如果还想继续做回首相的话呢 只有一个方法呢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回去巫统 OK so 我个人呢 我对这个说法啦 我所给的结论呢 是否定的 我不觉得开立可以通过回去巫统这个动作呢 这个管道呢 可以坐上这个首相 为什么 并不是开立自己的问题 而是巫统的问题 啊 现在巫统到底是什么处境 你们知道吗 啊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啦 我觉得巫统呢 是不可能翻身的啦 巫统在马来社会那边啊 有牌都不会翻身啦 啊 OK 我甚至可以说呢 是永远都不会翻身啦 啊 啊 现在的巫统呢 就是2008年时候的马华啊 啊 2008年呢 我们华人是怎样看待马华的 就是现在马来人是怎样看待巫统的 一模一样啊 OK 大家都知道2008年过后的马华 接下来是什么命运 啊 一开始是7-11 然后呢 后面呢 就啊 输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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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了 最糟糕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国西罗了 啊 大家记得吗 啊 啊 然后现在这个巫统呢 就是刚刚经历 啊 308海啸的巫统 啊 在马来社会对于这个巫统的态度也是类似的 就好像华人对待这个马华态度一样的 啊 啊 在马来社会对于这个巫统的态度也是类似的 就好像华人对待这个马华态度一样的 啊 啊 在马来社会对于这个巫统的态度也是类似 啊 啊 他的结论呢 你再看多几节大选呢 就是呢 有去无回 有下没上 你明白吗 啊 啊 巫统的版图啊 在接下来的日子啊 还会继续再说 你相信吗 啊 我们拭目以待啊 啊 OK 所以我把这个巫统讲到这么死了 啊 啊 总该要给一个原因吧 啊 啊 为什么这个巫统呢 就没有办法翻身呢 啊 OK 首先呢 我就很简单的问你一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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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2008年开始 啊 啊 啊 所以 2008年过到今天也15年过去了 啊 OK 这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广大的华社啊 啊 啊 为什么码华至今还是不能翻身呢 15年 啊 很久啊勒,坐牢都该出来了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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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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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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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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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 İ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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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华社的利益 然后呢 作为这个巫统的傀儡 然后呢 没有为华社争取什么权益 然后呢 再加上呢 这个马华内部呢 也是 不是很清廉的那种 都看在老百姓的眼里 所以呢 等到了一个机会的时候呢 大家把它推翻了 就不想要让它再回来了 所以现在就算过了15年 你还想给马华回来吗 不想了 不想了 OK 同样的模式 我们放回去 马来人怎样看待这个巫统 为什么现在这个马来人呢 会啊 如此的唾弃这个巫统 也一样吗 过去60年来呢 这个巫统呢 长期执政 他比马华还惨呢 马华呢 还可以说呢 是寄人篱下 身不由己 你巫统 你自己是老大哥的 你自己是当家做主的那个的 但是呢 这60年来呢 你有照顾到广大的马来人吗 没有 只有高官 捧党 独满肠肥 啊 啊 过了60年 星际记忆计则 的结果是零 他成果是零 马来人依然是马来西亚最贫穷的民族 啊 之前是没有的选择 之前只有巫统是唯一一个马来人的民族保护省 啊 现在呢 有了这个国门过后呢 啊 马来人啊 一夜之间全部脱去巫统 跑去国门那边 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119所看到的东西 啊 其实呢 119呢 只是一个终点罢了 啊 它的起点呢 就是呢 你从308海啸开始看起了 你已经发现到城市的马来人已经开始脱去巫统了 啊 然后经历了几届大选下来啊 只有到了119啊 你才看到连乡村的马来人都脱去这个巫统 啊 因为呢 这个民族保护神呢 这一个招牌呢 只有到了19大选的时候呢 才彻底的被马来人抛弃 啊 so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就问你 就算从今天开始算起15年后 你认为马来人会给巫统多一次机会吗 啊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15年前你认为 你15年后会给马化机会吗 答案是没有 一样的 你今天问回马来人15年后你会给巫统机会吗 没有 OK 所以我这一个常常的解释呢 就是很充分的向你们解释到 这个巫统是没有办法再攀爬回去那个权力中心的最巅峰了了 所以巫统是不可能做回首相的了 就算你开立 你在巫统里面一统天下都好啊 你都没有办法做回这个国家的首相 你相信吗 而且呢 现在开立呢 你以为他一回去巫统他就马上做宣告主席啊 你慢慢等 现在还有一个明正言顺的老二 是那个马哈山在那边 他是一点五点都没有啊 你不要忘记啊 他跟仔细很大差别啊 他没有五点啊 他完全全可以跟正苗红 明正言顺顺理成长的桌上全国主席的位置啊 然后他下面还有很多个人啊 当着正副部长的巫统的人都还有很多个啊 所以我想问你 你开立你回去巫统你算老几啊 你明白吗 即使是Hisha Mutin都比他排在前面啊 所以我真不明白了 开立回去巫统到底干嘛 巫统本身已经是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然后你回去你又不可以做巫统的老大 我真的不知道这笔账怎样算啊 我觉得啦 开立呢 回去巫统的可能性是很小啊 他现在比较是在观望 到底整个局势会如何变化 六周周全过后 可能整个国家又是一个不同的局势 我是预测 六周周全将会是这个绿朝的最点缝 六周周全过后呢 这个绿朝就要开始走下坡 国盟就要开始走下坡 到时候西盟就可能会壮大 可能开立就在等这个点出现 然后呢 他会晒过去西盟那边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他如果晒过去西盟那边 也是有其他的问题存在了 这个以后我再讲了 至少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去研究这个问题了 所以回到我的主题了 就是说呢 这个巫统是没有办法帮这个开立的圆这个首相盟 因为巫统很难几乎是不可能再做回这个首相 即便到了下一届大选 巫统选择单飞离开西盟的话 他可以飞到极远 可以飞到极高 其实15年前你怎样看马华 现在马来人就怎样看巫统 15年后的马华是什么样子 然后从今天算起 15年后的巫统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 其实是一样的逻辑 现在你只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马来人要支持回巫统 你想不到理由 就好像你现在问华人 为什么你要支持马华 你也是想不到理由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做了60年政府 该有的成绩没有做出来 不该有的成绩太多了 所以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已经让他们很难再翻身了 你如果说你没有做过官 没有做过政府 我可以给你机会 你如果做政府做几个月就倒台 我可以给你机会 时间不够 但是60年没有任何借口 而且人民 尤其是马来人 也没有必要再给巫统一次尝试的机会 现在你看到这个巫统 还靠着30个一席狗言才穿 其实只是暂时性了 你要巫统可以再回去以前那个巅峰 我根本是看不到任何的可能性 你要可能性 你必须要有个垫脚石可以踏上去的嘛 我看不到那个垫脚石是什么了 再加上还有一个东西往往被人家忽略掉了 现在的巫统的处境可以说非常的尴尬 以前我们所熟知的巫统就是靠马来票就可以过关 马来票几乎是给巫统一统天下的 然后华人票有没有他都无所谓他都照样赢 但是现在我说巫统尴尬在什么情况 你知道巫统现在去竞选任何一个选区都好 要靠华人票才可以胜的 马来票是去到完的 他要靠华人票才可以胜的 所以怎样做出这样的老大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你想一下 巫统他现在是抱着火箭 抱着这个喜盲 他在马来票那边会进一步的流失 如果你认为巫统在119里面 他的马来票表现是已经是到底的话 我告诉你 他现在抱了火箭过后 他在马来票那边的表现可以跌穿谷底 巫统怎样做首相 我再仔细一点的问你这个问题 15年前的你有没有想过15年后马华会翻身 这样一样 今天的你有没有想过再多一个15年 巫统会翻身 一模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